美食孫跑酷 第一个接的是奶茶 那是 我奶茶可是美食孫跑酷技术最厉害的 所以作者才爆发了第一位 那为什么你的箱子里 只有一团的给 蛤 这 这肯定是作者 见摸的跑酷技术 故意再赞我的 你放屁 你的跑酷是第一位 又是最简单的 而且多点的奖励 可便便 种种技巧可以表明 你的跑酷技术 是最菜的 是不可能 小伙伴们 拿到奶茶和跑酷技术 真的是最菜的吗 把拿到剧掉 你的跑酷技术就是最菜的 我说不出了 你要尿死 第二个是奶瓶的跑酷 把这种跳跃打开 就得轻松上去 后面的陷阱跑酷 就两个方向中间 就不会掉下去 终点的奖励 这时髦有点辣 不过没奶茶的奥里 好一万倍 第三个是奶茶 哎 你们奶茶家族不行呀 没一个跑酷厉害的 你老家 你少瞧不起人了 这肯定是作者 真的有我们奶茶家族 我们奶茶家族 可都是跑酷大神 小伙伴们 对不对 第五个是布丁 这里的硫磺青沙跑酷 我们要利用充斥的速度弹过去 后面的弹簧跑酷 我们可以利用阿兜跳跳上去 就不会被弹飞 第六个 啊 第六个怎么是我呀 哈哈超阿条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没想到你是倒数第六啊 那又同样 作比你这个倒数第一好 我一定会重视这个跑酷 努力跑到第一的 嗯 就你的跑酷技术 狗看都要跑 还是放弃吧 我才不会放弃呢 要是放弃了 就注定不会成功 要是坚持到底 就还有机会 第七个是跑酷 什么 跑酷都要排在第七 蛤 而我为什么排在第一啊 因为你差一杯 跑酷是二段跳 我们只要提前跳两下 就得上去 第八个是沉者 哼 沉者可是需要三段跳 差点你可能跳不上去 不就是三段跳嘛 只要我们先跳正面的第二个方块 再跳正面的第三个方块 你能成功 那你怎么没上去啊 我只是还没有找到手感 我看你只是理论就是厉害吧 谁说的 你看我这不就上来了 接下来是果冻 没事吧 果冻的跑酷技术比我好吗 竟然怎么还在这么后面 奶茶 坐轮 最重要的是 要有真实证明 果冻的跑酷技术 可比起好多了 哈哈哈哈 老板们 那跑酷技术和果冻的跑酷技术 你们觉得谁更厉害呢 那肯定是果冻啊 哼 差点你少得意 夏海光可是小王子 可能需要摆断跳 就您的拿大的跑酷技术 要是能上去 我就给你买十杯奶茶 这可是你说的 我就是摆断跳嘛 啊 啊 啊 我虽然不会 但是 我可以在箱子里 拿年糕变小上去啊 什么 你这是作弊 我猜没有 说明是可以用的 这怎么能刷我作弊呢 奶茶 我的十杯奶茶呢 哼 我说的 你能通关整个跑酷 我才给你点十杯奶茶 炒奶茶 这太后颜无始了吧 嘻嘻 辣条 你不会是看到最后一个 是我叫汉堡的摆断跳怕了吧 不行 我就是摆断跳嘛 我辣条才怕 汉堡的跑酷 前面十二蹬跳 提前跳两下就行 后面的三蹬跳 我们可以先向左边的 第二个方块 三条右边的第三个方块 就得上去 十蹬跳和三蹬跳 没什么区别 最后就是摆个跳 可恶 这怎么上不去呀 哈哈 臭老条 你要是别自己欺误了 你就拧了垃圾的跑酷 技术是不可能上去的 我就不信了 好嘞啊 摆个跳也太难了吧 哈哈 臭老条 我家汉堡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 就算我的跑酷技术 是最差的 又怎么样 但是我要个跑酷技术 最厉害的CP啊 可不 这个臭奶茶 你太双双了吧 小伙伴们 你们会把这跳吗 会的话就叫就拉条吧 我要狠狠地打下了脸 我要狠狠地打下了脸